Sennacy 10 群组对讲 要进行群组对讲 主机A要分别与主机B、C及D进行配对 您可以利用按钮的方式配对 或是利用更方便的扫描QR码配对都可以 现在示范的是利用按钮方式来进行配对 首先 将A与B进行对讲配对 长按两台主机的多功能钮 直到出现配对图示 或是听见内部对讲配对后放开 再轻按其中一台主机的多功能钮以下 即可完成配对 再轻按以下多功能钮结束对讲状态 再来进行A与C的对讲配对 步骤相同 完成配对后 轻按以下多功能钮结束对讲状态 接着进行A与D的对讲配对 步骤相同 完成配对后 轻按以下多功能钮结束对讲状态 主机配对都完成之后 群组对讲需要由A才能发起 同时轻按以下A主机的多功能钮 即加钮 耳机内会听见群组对讲 等待数秒后 主机会依序连接 开始通话 要结束对讲 要结束对讲 长按A主机的多功能钮 约3秒 即可结束对讲 请注意 在进行多方对讲时 与手机的连线会暂时中断 不过只要一结束多方对讲 C时就会与你的手机恢复连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